黑皇无道 盘踞连北 以利诱我国人前往 我只身受骑害 为救国民 一天战神率壮征法 黑皇射击 数百东国将士 无意胜利 放下无事 放开我 他们呢 他们人呢 你要干嘛 不要着急 一会就轮到你了 将军 我们不怪你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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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听畜生 放开我 放开我 来吧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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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年轻的正是张颜天 在这几百个人就该也是黑皇射 你们懂过这么形容你们存祸 stupid 谁不知道 我黑皇射是全国最大的习惯贩卖组织 你带这么多人来 我还真的感谢你 当然 我也不是那么不尽人情 只要你给我拍不动作面 好好服侍我这帮兄弟 我就让你和那些不想埋在一起 怎么样 你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谁敢动我老婆 让谁灰飞烟灭 谁敢动我老婆 让谁灰飞烟灭 你没有杀我 我是邪国王子 放在后馆前锋 拜见龙首 龙首万岁万岁万万岁 龙首救我 你是谁 我命令你 立刻放下图刀 马上束手就签 萧天策 你好大的胆子 我龙首萧天策 拜见吴祖 我龙首萧天策 拜见吴祖 你还 吴祖息怒 实在是天策没有想到 您萧氏这三年竟然出现在此 敢问吴祖 这三年 您去了什么地方 当初我练功走火入魔 修为尽尸 垂危之际 江老爷子救我 后来 江老爷子先逝了 我一位报恩 二位恢复实力 所以就在江家当起了一名坠血 什么 那 江义天将军 难道就是吴祖您的妻子 没错 黑皇多年来组织诈骗 贩卖器官 害人无数 尤其今日 还敢动我妻子 杀我东国将士 辱我东国将星 杀他 那是替天行道 可是吴祖 他可是西国国主的亲子 他若死了 恐会影响我东国和西国的关系 怎么 你还想放了他 后天 后天我将召开审判大会 挡着世人的面 公开审判黑皇 给吴祖您一个交代 好 审判大会上 我要黑皇死在我眼前 对 孤孙武主 你给我埋个中度 怎么样 我怎么回来了 妈妈 妈妈你醒了 东东 还有脸欠你女 我们全家被你害死了 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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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东东 妈妈 姐姐 奶奶 你们这是要干嘛 你还问 你这回可是闯大祸 你昨晚到黑黄城的行动 连累了我们整个将军 你不处理好 你女儿 就别进来 妹妹 今天早上 黄哥都跟我说了 西国国主的儿子黑黄 被龙首抓入狱了 这个时间段正好 是你执行任务的事 你就说吧 黑黄是不是因为你才被抓入狱的 黑黄入狱了 我的头好痛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黑黄是不是真的因为你入狱的 是我是这个 我不知道 你 我们签弄你 我们整个现在就完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 小山山 是不是你 你说吧 你竟敢推我 放肆 奶奶 她刚刚竟然推我 别忘了 你们的小杂种 还在我手上 叶辰 你现在 给我跪下道歉 你们把多多藏哪去了 一天本来身负重病 你们还这样对她 该道歉的人是她吧 叶辰 你别激怒他们 多多还在他们手上 奶奶 姐姐 我替叶辰向你们道歉 可是黑黄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黑黄正是被我亲手降抚 将被龙首关押了 妹夫啊 你是当罪须当傻了吗 你刚才说 黑黄是被你收押的 真是笑死我了 简直胡说八道 黑黄身边高手如云 其实你一个 只知道白吃白喝的废物 能解决的 你爱信不信 一天 我们去清静点的地方 站住 话没说清楚之前 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你也别拦我 叶辰 奶奶 她快打我 反了反了 降价坠序 要施主了 我 老太隽 谁让你生气啊 家门不幸 王哥 你看 够东西 敢打我的女人 对不起 我替她向你们道歉 你 你若还当我是你妻子 就什么都不要说 好吗 我昨晚 早早就陷入昏迷 黑黄的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造孽呀 明天就要召开 对黑黄的审判大会 要是让西国国主误会 是你抓了黑黄 那我们江家 可就彻底完了 黄哥 你不是西国国主的 御用大律师吗 快想想办法呀 这样一天 最后你肯在审判大会上 给黑黄做伪证 让她脱罪 我呢 就势必会得到西国的重用 飞黄腾达 那就是指日可待 而你女儿的病 也可以去西国去治了 黄哥 你不愧是御用大律师 真棒 什么狗屁御用大律师 我看分明是条牧羊犬 什么狗屁御用大律师 我看分明是条牧羊犬 你胡说什么 哎 珊珊 你何必跟这种人怄气 她呀 也只是过过嘴 内心 吃不定了多些 夜之忧 才可以正大光明的为西国国主办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当狗当的这么开心呀 当狗怎么了 跟着西国吃香的喝辣的即使给他们当狗吃狗粮 也逼你 要吃的好上一千倍 我呀 已经想好了 等我为黑黄脱罪 我就能拿到绿卡 离开东国 再也不会 黄哥 你可别忘了我 还有人家 放心 一群无可救药的家伙 好妹妹 你只要肯帮黑黄脱罪 我们就能去西国了 黑黄做了多端 我百名不先 全部死于他手 你们居然让我帮他脱罪 不可能 你做得到 哎 现在 这件事情 是不是简单了很多 多多 你 如果你不当 你女儿和东国力 都将你与于处的决定 付出代价了 多多 你不用管他们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多多怎么办 你们不该动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 以天可是将性 你们就不怕龙手拿你们试问试满 叶臣 你怎么这么担心 新国国主 和一个小小的将性 你猜 龙手 我相信 当然是以为 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女儿的死活吗 你也不相信 我让龙手亲口告诉你 萧天策 我献你三分钟之内滚到江家 你们以为我和你一样傻呀 拿个破手机 打个电话 就说自己是龙手 你装什么呢 实话告诉你们吧 为了避免两国关系的恶化 为了避免两国关系的恶化 这黑黄啊 最后肯定是无罪释放 这所谓的审判大会 对 不过就是走个过程 至于让你去作证 那就是 跟两国的一个台阶下 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小女儿 你身为朝堂的人 不会 这点事都不懂吧 谁告诉你 黑黄会被无罪释放 谁告诉你 黑黄会被无罪释放 叶辰 你蠢不蠢啊 这就是还有谁告诉我 黑黄做了那么多慈善 你们这些人哪 就是 你敢打我 打牛子 怎么 打你要看你羊爹的脸色是吗 我告诉你 给我听好了 明日的审判大会 黑黄要是无人敢定他的罪 我来定 要是没人敢杀他 我杀 要是没人敢做得了主 我来做 总而言之 明日 黑黄必死 够了 我进龙手 还大放厥词 你非要把自己做死才够吗 你赶紧给他们道歉 让他们把多多还给我 一天 龙手马上就到了 你听我说 等人上来 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一句话 滚 我滚 龙手到 拜见龙手 拜见龙手 我 只认黑黄的恶行 你可愿意 只认黑黄的恶行 你可愿意 我 没错 你是昨夜事件的参与者 又是我东国将行 你说的话 百姓能够更新 得力 万万不可呀 再教我做事 想都不敢 你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如今我东国内忧外患 有些人 万万不能够得罪 否则 我东国积攒多年的和平 很有可能毁育的 听懂了吗 是 黄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龙手 最后说的那句 什么意思啊 我们得罪谁了 难道 龙手指的是叶辰 是你吗 懂了吗 啊 我懂了 龙手啊 这是在旁敲侧击 不愿意得罪西国 将一天 别看龙手亲自过来任命你 做证人指证 实际上啊 是在暗示你 要帮黑黄脱队 那东国的安危 才不会被打破 明天审判大会啊 你必须给我听 吴总 吴总 我已任命一天小姐 作为审判大会的证人 明日 势必让黑黄 死得名正言顺 好 一天 等审判大会开始 你就能理解我吗 并告吴总 西国已得知我要审判黑黄 以派外交官消费事 我们的审判交给众民投票 西国无权干涉我们的审判 他们这是在找死 吴族 此乃龙手令 指令者如龙手亲临 可先斩猴族 吴族可持此令 自行将其斩首 好 去吧 对 变成人间定义 让我们这些父下们惨死 丹会都庆行一半了 丹会都庆行一半了 龙手怎么还没来 依我看 这正是龙手摆明了态度 不愿干涉判决的结果 一天 我江家新王 全在一宁之间 别让我们失望 我想 你应该不会这么狠心 让你的小孩跌下台阶的 不帮黑黄 谢过国主怪罪下来 江家与叶臣都会受到牵连 可是我帮了黑黄 要是我那些死去的不想能约何地 我到底该怎么办 黑黄 你可知罪 黑黄 你可知罪 判官大人 我的当事人并无罪 您的措辞有点过重了 我的当事人并无罪过 本来认罪一说 这其中 只是有一点点的误会罢了 是 老黑黄城是最大的人 机器官贩卖组织 他怎么可能无罪 没错 我爸就是被骗去免黑 两个腰子都被嘎了 假洋魁子 你帮洋人洗地 你们是东国人吗 你们说我当事人犯了如何的罪孽 如何又如何 那我请问你们 有证据吗 你们又有谁亲眼看到了呢 证据 那黑黄城外尸体夺的都快堆成山了 怎么不是证据 看见的人不都死了吗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 没有看见也无法证明那些尸体是我当事人杀的咯 没有是吧 那就是空口无凭 那就是诬陷 黑黄家族在全世界捐了多少钱 救了多少人 你们身上用的穿起 哪些不是西国的科技呢 一个人 他被火烧了感觉会痛 那他还会再去碰火吗 如果黑黄城真的像他们说的是人间炼狱 西国真的有那么不好那么不堪 去的人都会死 请问 那些人还会去吗 那边真的那么危险吗 这只是一些人以讹传讹的说法罢了 你说这种话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你说那些屁话没有用 退一万步讲 西国真的那么危险 那些死去的人还傻傻地跑过去 难道他们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苏卿 虽然物证匮乏 但今日尚有人正在 出来吧 原来这人是倚天将军 那黑黄这次跑不了了 江一听 还是那句话 不想江家覆灭 不想你女儿一不小心就从台阶上摔下来 就说你该说的 对不起 为了夜城和江家 只能委屈你们了 等万事休饮 我就下去向你们赎罪 陈正 你没有话说吗 我作证 皇上说的没错 这一切都是误会 黑黄 无罪 一派胡言 这是在黑白颠倒 直落为马 这个小黄妈蛋是疯了吗 吃死活的东西 江一听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在替一个柜子手开脱 你配得上你的将弦吗 夜城 月亮 我说的都是实话 黑黄 他从未害人 更没有贩卖他人的器官 这一切都是误会 真的假的 天将军说的话 应该是真的 闭嘴 都被骗了 江一听 你身为东国将星 本该一心为民 却当众作伪证 你既然大放厥词 污蔑一天将军 滚出去 滚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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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一听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吗 大人 既然证人已经阐述了事实 可以宣判吗 手不在谁有资格审判结果 龙手正在商谈两国事务 龙手不在 这里我说了算 既然当事已经澄清了 我宣布 黑黄 无罪释放 恭喜黑黄大人无罪释放 恭喜黑黄大人无罪释放 我一直不说谎 就是想看你们的爱我 没想到 你们最后还是将我无罪释放 果然 东国最勇敢的人 居然也是个春牛大王啊 让我回家 可以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神秘 我说的有问题吗 东国人 胆小怒怒 到谋而然 永远只有嘴说 却不会做 也不敢做 你们看看这些人 开始不是对我叫嚣得很厉害吗 现在 你们怎么不说了 黑黄 您说笑 这些下等 哪有资格跟您叫嚣啊 怪不得 我的同胞们时常唱到 东国是天堂 就是一位东国人愚蠢 被剑诺人 呸 永远只知道窝里 刚才还有盯我去的人呢 都去哪儿了 吵死 叶辰 你要干什么 小四郎 你敢对黑黄把剑 你不要命了你 我带有英雄出 我为浩荡不容辱 我泱泱大国 岂能受一个洋人如此轻视 没错 这洋鬼在装什么逼呢 大家一起上 干死他 要上你上我不上 你还有点脸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西国国主的亲子 你要是敢动他 全家都得死 血兄血你妈呢 好 没人站出来是吧 我今日以我血剑血缘 告诉你们 我东国不可容 反我东国者 必杀之 叶辰 你要干什么 还敢动手 反了你了 你孙老吉 敢在此做乱 住手 我也将此事禀告了龙手 龙手正在赶来的路上 我警告你 立刻把剑放下 否则龙手来了 硬不轻饶 龙手令在此 先斩后奏 黄泉特许 今日我就要斩了这个屠我同族的恶魔 谁敢打我 拜见龙手令 这怎么可能 他居然有龙手令 龙手令 叶辰 你怎么会有龙手令 自然是龙手给我 他告诉我 若最后审判结果有目 便可自行斩下黑黄头颅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昨天龙手才去过江家 告知 一定要以东国和平为首 以大局为重 如今西国虎视眈眈 龙手出于东国和平的考虑 是断然不会 做出如此决绝的判断 而且这个废物 不过就是江家的一个废物赘婿 在江家白痴白痒待了三年 在他们家的地位甚至不如一条狗 龙手怎么可能将龙手令如此贵重的物品交于这个废物 江家赘婿早说了它是个废物 龙手令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会给它呢 所以你的龙手令一定是假的 叶辰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拿一个假的龙手令在这招摇撞骗 你真的是 大义不道 无法无天 叶辰 你竟然仿造龙手令 你是想害死我们吗 我再次澄清 叶辰从现在开始 与江家再无瓜葛 有眼无助 事到如今 你还在嘴硬 你这样才犯罪你知道吗 看来龙国跪得太久了连站起来都是一种错误 叶辰 你可以不相信 也可以谩骂 但是 你不住 叶辰要造反了 保护黑黄 保护黑黄 叶辰 你别闹了好吗 你把刀放下 我可以给你休息 你离开云中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回来了 叶辰 你要记得你是东国将星 让开 我真的有自己的苦衷啊 他竟然当街杀人 简直目无王法 龙手马上就到 你不要冲动了 赶紧把刀放下 不要连累我们 放下 放下 放下吧 叶辰 你听到没有 就凭你义 还妄想与我们 所有人为敌吗 伪造龙手令 还敢再次做梦 做事 你真是在行的 要是今天晚上 我拍完了 我一定把视频 发到网上 让全世界人都看看 你老婆发骚的样子 都要看看是谁死 不要 龙手闹 拜见龙手 大胆叶辰 龙手在此 你竟然不跪 他都没跪 我为什么要跪 黑黄乃西国王子 身份尊贵 于一国他相见之王 可只行注目 算个什么东西 也可以跟黑黄相提并论 叶辰 这可是龙手 岂容你不敬 那你倒是问问他 我敢跪他敢接吗 此地人多眼杂 我暂时不便暴露身份 一切间机行事 龙手大人 如今审判结果已出 我没有犯罪 是否可以离开了 禀报龙手 倪天将军已经听 从您的吩咐 证明黑黄无罪 在座的所有人 都可以坐着 你说什么 倪天将军 你证明黑黄无罪 没错 倪天将军 公平公正公义 属我辈子可活 只有他 不服从审判 大闹公堂 甚至 还要当众杀人 无法无天 欺骗龙手 在下恳求 将叶尘成这种废物 就地斩杀 一惊向你 罚了你 罚了你 龙手大人 我做错了什么吗 来人 再拿下吧 是 龙手 你有想过这么做的欧国吗 我乃一搏之手 你也指不过是个王子 凭什么你跟我一样站着 再说 我打你律师怎么了 算什么个东西 也费指责我 奥托大人到 贪在我的面子上 可否请龙手喜怒 奥托 黄哥 这位是谁呀 黑黄的哥哥 西国国主的长子 也是新国的神长 奥托王子 原来是这种大人物 大哥 他们居然想杀了我 呃 狙儿立是动物 你对龙手不尽 这一巴掌 是你应该 立刻向龙手道歉 请龙手喜怒 非常抱歉 只是刚才我父亲 打来电话说 真是想念地 让我不要浪费时间 直接带他回国 接他回国可以 但是 只能是一具尸体 你也许 请王子息怒 这是我老公 他只是一时糊涂 爷子 快道歉 道歉 哈眼 龙手 我弟弟归为西国王子 侮辱他就是 侮辱我们西国 刚才我弟弟对你不敬 我已经给了他一巴掌 但我来时就听见了 我弟弟无罪 他关于这些奸命 如我弟弟 我要求将他们 全部处死 龙手 你还在等什么呢 死我都来 哈哈哈哈 我是西国王子 没人可以煮我 我 不 不 不 我弟弟 那国大人死了 真的死了 仇人已出 你现在可以为那些死去的战士 交代 没事 龙手 要为我弟弟的死 不死 黑黄在免黑地区 自建黑黄城 逍遥法外 残害无数百姓 掠夺人比 器官无数 更是屠杀我国将士 最有兴德 不杀他 天理难容 您奋满平 我西国 绝不会 审霸甘休 西国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西国说了算 公国贵者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东国不具任何一国 你叫夜城是吧 我记住你了 老托 我可以跟你安排专机 带上你地里的尸首 滚 龙手 在东国 我都不过你 但我父亲遭遇法华 若我无法将弟弟黯然接回西国 他便会召开第三次无聊峰会 东国 或将王国 尔登耗子位置 进滚 这 西国竟要举办五老峰会 奶奶 什么是五老峰会啊 五老峰会 是由东西南北 四方大国 以及天下第一势力 经五门联合举办 历史上 只举行过两次五老峰会 每每结束 世界大战便会接踵而至 堪称 战争的导火所 诸位 我向你们保证 东国 也有繁荣昌盛 实势不衰 五老峰会尚未开始 一切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 黑黄已除 大家 撕了 撕了 没事 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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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将军 能否请你先行命 我有些事情 要与你丈夫说 好 天侧导弹 很请巫祖在五老峰会上 东国一臂之力 今天的事你做得不错 如果说你记得西部 放过黑黄的 那我东国的存亡 将与我再无化 既然您有心让东国崛起 那我愿意帮你 谢巫祖 巫祖在上 请受天子一拜 不须客气 这不是为了 以天身为东国人 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东国 是 还有一事 我将您现身的事情 引告了您创立的金武门 想必金武门的大长老 很快就会跟您见上的面 我也很久没联系了 恭送五嘴 叶承 你没事吧 龙手有没有为难你啊 龙手只是表扬了我在大会上 勇于对黑黄麻剑的举动而言 你今天 的确很威风 叶承 我对你关门相看 黑黄死了 还是给我死去的战士们一个交代 他们在天之灵 也能担心了 黑黄作恶多端 死有 杀他 我是为民除害 没错 只不过吴老峰会召开 稍有不失 东国将万姐不复 为了一个黑黄 惹怒整个西湖 真的值得吗 一天 如果连你都觉得不值得 那东国真的是抬不起头了 东国隐忍得太久 以至于海外对东国的评价那是极为难听 东国并服 东国人不如狗 诸如此类 何其不堪呢 吴老峰会召开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东国 或许能凭死机会 彻底觉醒 你说的对 人都走了 都出来吧 因我们大长老张三丰 拜见吴祖 闺云吴祖 王九归来 都起来吧 龙首已经将您的事情跟老九说了 属老九直言 您身为盖世吴祖 天下我到底一人 却屈居人下 在江家做一个坠绪 实在是不好 没什么不错 啪打沙沙的日子 我已厌倦 留在江家 一是为了报答 当年江老爷子救我的恩情 二就是为了跟我妻子 江以天意几书 反而我倒觉得 很安逸 龙不可一如是 经我们全体上下 也不可失了吴祖宁啊 今我们知道您重新现身 海外八千分 十万武徒 以及总部的八大长老 三十六天刚 一百零八地上 都已看来东国 将为您举办一场 新生辣 老朽再次肯请您参加大典 再现我经我们之荣光 再现我经我们之荣光 别怕 那我就走上一趟 我的儿子啊 你还这么年轻 你还没有看到我征服东国 你还没有享受过几个东国女人 怎么就揍了呀 父亲 这一切都是东国龙兽所致 他当着我的面把弟弟上 根本没有把您把戏果放在宴里 那他龙兽就是想要招死 除了东国和金武门外 南国美国都已臣服于我 一旦乌劳峰会开启 东国孤立不乱 父亲所言不假 我们不止乌祖在呢 如果他选择支持东国 那我们的胜算 可就不多了 没错儿子 所以 我们必须拉拢乌祖 禀告国主 金武门传来消息 乌祖重新现世 你今晚就去出山大殿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乌祖 让他支持西国 一旦得到乌祖支持 东国必死无疑 东国的财富 国土女人都是我们的 你底的仇也能报了 父亲放心 我这就出发 黄若兵 你是我西国御用大律师 我要你今晚和我一起去敬我们 拜见乌祖 儿子你等着 你的仇爸爸一定替你报 李天 你必须和叶辰那个废物离婚 这老太婆又想搞什么事 我说了 我不请 你们在说什么呢 什么离婚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 妹妹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她就是个扫把星 你忘了 前不久 在审判会上她都做了什么 她竟然拿着剑指着黑黄 要不是五祖 黑黄怪罪相 到那个时候 我们江家都要被她连累死 没错 这次有龙手 下次呢 她这么会忍惑 迟早有一天会把火烧到我们身上 那照你们的意思 黑黄羞辱东国 与你们无关紧要是吗 是又如何 西国马上就要召开五老峰会 东国说不定哪天就要灰飞烟灭 谁在乎啊 再说了 黑黄说的有错吗 前些天 那些东国人被黄哥三言两语 就哄着吱吱黑黄的 他们有脑子吗 既然你们处处讨厌东国 那就滚出东国 正合我意 黄哥 他又打我 叶晨 你想死啊 这次杉杉说的不在里 他就不应该说东国人下检 叶天 你 你跑哪边啊 我站里 就 还真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呀 我本来还想着 带你们去见吴祖呢 现在看来 你跪下来求我 都没用 吴祖 皇上 您说的 那可是天下第一势力 进五门的掌门 吴祖 他不是消失了三年吗 没错 吴祖呢 即将出山 经我们弟子齐聚 给吴祖举办出山大典 这奥托王子啊 说要邀请我一起去参加 我呢 还想着 把你们江家带上 那太好了 黄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搭上吴祖 我们马上 就能晋升 云州的一流世家了 这可是大好事啊 一天 既然 你要和叶晨站在一起 那你可别后悔 我不后悔 不妨告诉你们 赵托王子啊 参加开山大典 那是为了拉拢吴祖 在吴老婆会上支持西国 这一旦要是成功了 东国就会覆灭在即 独木能鸡 不过 只要我们愿意帮助奥托王子 奥托王子 倒是可以 赐给我们 五老峰会的邀请函 这是真的吗 对 可是 参加五老峰会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好处可就大了 你要知道 强如世界一流的世家巨鳄 罗柴德家族 四星财团 洛克菲家族等 都是因为参加了五老峰会 获取利益 才一路崛起的 那就是说 东国覆灭 我反而有机会 成为世界第一名员 对了 东国还没有覆灭 你们就在这考虑 如何将其瓜分 你们还是人吗 你们还是人吗 叶晨 你少在这装母祖养 这东国覆灭 那是迟早的事 我提前谋划未来 何错之有 对 黄哥说的对 什么东国不东国 只要对江家有利 灭酒 珊珊 你过分了 珊珊考虑的 是江家的未来 哪里过分了 反倒是你啊 跟着这个废物 注定什么都 你们 是吗 那你回去告诉你 主子奥拓 我是不会支持他的 更不会与他 同流合污 五老峰会上 被选中覆灭的 一定是西国 叶晨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你是我祖的 叶晨 你呀 也就只剩下一张嘴了 不说其他的 就说出山大典的门 你都进不去 还有脸在这大放厥词 你怎么知道警局 叶晨 你说这话 怕是连你自己都不信吧 我信 叶晨 我们走 拜拜 一无是处的废物 只会说大话 一天 你放心 叶晨你住 我怎么了 不知道你刚刚是为了维护 我也知道 你是为了我狠 但是我更讨厌你满嘴谎话 连你也不相信 我信你什么 信你是五祖 还是信 你可以参加出山大典 一天现在情绪激动 我如果说我是五祖 他断然不会相信 不过 如果你实在想去 我可以带你去试试 啊 啊什么呀 即使我是将心 可出山大典 规格实在太高了 叶晨 以后不要把话说太满了 知道吗 知道了 走吧 哎 哎呦呦呦 慢点慢点 哎呦 两位贵宾 来里面请 哎 小心台阶 哎呀 哎呀 见过奥托王子 哇 记住 今天的目标是拉拢屋子 一旦成功 五老峰会的邀请函就是你们的 叶晨说他今天要来 到现在也还没来呢 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 哪有资格来这里 是吗 是吗 叶晨 他居然真的来了 就算来了又如何 这出山大典的门他照样进不去 他不行的话 还有我 一天 你真的要帮这个废物吗 他是我老公 不是你们口中的废物 叶晨呀 你这暖饭吃的 还真是炉火纯青啊 怎么 你是羡慕吗 我羡慕 我羡慕你买那个腿 站住 你就是在审判大会上那个屡屡对我弟弟不敬的动过人 你叫 耶晨 是吧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滚出去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滚 大胆 你怎么和奥托王子说话呢 那洋鬼子的臭桥 你们愿意舔 我不愿意 岂有此理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倒看看你们怎么进去 欢迎吸过奥托王子光临 请进 不愧是奥托王子 别人都是口头欢迎 王子到场 却是恭敬鞠躬 这差距也太明显了 两位请出示身份 我来吧 东国将星 将一天 只是将星 那不好意思 想进入金武门 至少要大将以上的人物才可以进 如果只是普通将星 那么两位 请回吧 你这叫做自取其辱 丢人血液 叶晨呀 你不是喜欢吃软饭吗 怎么 这次就吃不动了 叶晨 对不起啊 我没能带你进去 没关系 这不还有我吗 龙手令在 谁敢挡我 他怎么会有龙手令 奥托王子 他的龙手令是假的 对 上一次在审判大会上 他也拿出来过 这就是一块假的 叶晨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最讨厌瞒嘴谎话的男人吗 你就信我一次吧 可以进去吗 贵哥是龙手令到方 快快 请进 这 谣底发生了什么 奥托王子息怒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 这叶晨在我们江甲 白吃白喝了三年 他如果有龙手令 他怎会甘心做一个坠序呢 对 我绝对不会相信 他手里的龙手令是真的 人已经进去了 你信不信还有用吗 有了 王子 今晚来的大人物那么多 肯定有人可以分辨龙手令 我们不如在里面揭发他 把事情搞大 一来呢 可以证明叶晨的龙手令是假的 二来 也可以剥夺五祖的关注 这样 不就更方便您拉拢五祖了吗 走吧 各位 今天是五祖的出山大典 再过五分钟 经我们的大长老就会亲自请出五祖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尽兴 今天的确是 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 但是 就是由下等人拼一块仿糟的龙手令昏了进来 敢问诸位 就没人管夜管吗 我也在龙手令 谁这么大胆 是谁 赶紧站出来 我来告诉各位 那只臭老鼠 就是他 奥托王子说的没错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江家的坠绪 叶晨 三年来 在江家那是白吃白喝 一事无成 而他旁边这位呢 就是他的妻子 一个小小的匠星 试问这样的身份 如何能得到龙手令呢 什么 继续 有眼无助 你连真的都没见过 怎么认出假的 还在嘴硬 敢问台下 可有人识得龙手令 还劳烦出来鉴别一下 我来 这不是苏老吗 苏老他可是朝廷的重臣 他肯定见过龙手令 好啊 叶晨 放心吧 此令 纹路清晰 色泽明艳 还有龙手的刻印在上 倒是与真令如出一辙 什么 但 此令的背面 却多了一道经文 这 老夫还从来没有见过 既然有所诧异 那定是假货 对 叶晨 证据确凿 你 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好好仔细看看 老夫 曾亲手把弄过龙手令 对细节是了如指掌 岂能会看错呢 多了一道经文 多了就是多了 好 肖天策 你给我的龙手令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而且是至尊龙手令 你寻常龙手令 更多了一道经文 好 这块可是至尊龙手令 当然 会多了一道经文 什么 还至尊龙手令 可笑 我在朝堂摸爬滚打几十年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什么至尊龙手令啊 叶晨 你他妈的还把我们当傻子呀 还至尊龙手令 是你买了个腿呀 少废话 大长老稍后就到 来人 叫他拿下 交由大长老亲自发落 我老公是我带来的 既然他有罪 那我替他来还 一天 你不需要承担什么罪责 这龙手令一定是真的 死到临头了 你还最硬 叶晨 你能躲在女人背后一时 还能躲在女人背后一尸吗 我劝你呀 最好乖乖地认罪 俯首称臣 皇上说得对 叶晨 你要是个男人 就自己站出来 好 这是你们自找的 叶晨 我不怪你 你也是时候清醒了 我还是那句话 要罚 那你们就罚我吧 这么想替他承担呢 行 你跪下 我就放你们走 各位 你们说同不同意 找死 叶晨你别闹了 你想把我们害死在这儿吗 叶晨 你还真是要将软饭吃到底呀 黄哥 像他这种人 不吃软饭怎么行 难道你还想让他担责任呢 还有那个胆吗 真是把我们将家的脸 都给丢尽了 这样一天 大长老可就要来了 你再不归的话 就没有机会 归呀 你倒是归呀 好 我跪 李天 放手 黄哥 放手 你还想活着你就放手 来吧 我的绝对比你老更的好 大爷的 叶晨 你居然敢打奥套王子 你不想活了你 叶晨 你疯了 我没疯 你设定 我大长老到 丁要将你们拎之处死 大长老到 哎呀 大长老 您来了 您来得真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呀 拿着一块假的龙手令 还当众对西瓜王子行凶 您呀 一定要主持公道 谁敢如此猖獗 是 是您 大长老 您是何等人物啊 对这种小别三 您还用上您这个字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 大长老 您真是何应 他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胡作非位 是不仅仅无门 不仅无阻啊 对呀 大长老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大长老 这个就是假的令牌 吓了你的狗言 这可是至尊龙手令 什么 至尊龙手令 不亏远主 西瓜狼子也行 他们试图拉拢我 对抗东国 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不要暴露我的事 吴祖对你们不仅 至尊龙手令的行为 感到非常生气 所以今晚出山大典 吴祖将不会现身 各位要快 就怪他们 忘了 我居然惹怒了吴祖 都是他们 害得我们见不到吴祖 今天我们白来了 原来 他们才是真正的老鼠屎 不是大长老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跟巫祖当面谢罪 可以吗 来人 别 我们走 我们走 奥头王子 我们走 两位今晚闹得不愉快 还请千亮 我已准备好了 上好的酒席一桌 跟请两位商量 那既然大长老有请 叶辰 我们就走吧 好 请 这叶辰 他怎么会有龙手令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对呀 他如果没有龙手令的话 今天晚上 我们就能见到吴祖了 叶辰 你该死 老子都端子决算了 你们还在这 林江废话 放屁 皇上 你不是说 叶辰的龙手令是假的吗 奥头王子 我也不知道呀 叶辰就是一个废物赘婿 谁知道他真有龙手令啊 是 是啊 王子 主要是叶辰他这三年 不咸山不咸水的 所以我们才 所以我们才 闭着 我告诉你 今晚我得罪了吴祖 如果你们不想办法 换合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那五老峰会的邀请函 你们就别想得到了 等我西瓜最后灭了冻谷 等那时候 你们就随着冻谷一起去死 那这样的话 我就当不了第一名员了 黄哥 你快想想办法呀 有了 奥头王子 在下有一计 可以缓和我们跟吴祖之间的关系 只需要您呀 付一丢丢小小的代价 什么代价 嗯 是这样的吧 你看 吴祖之所以会生气呢 那是因为冒犯了龙手令 而如今那个龙手令 却在那个废物赘婿夜晨手里 如果 夜晨他愿意帮我们说话 或许吴祖 他就能消消气 你说是吧 所以呀 咱们要向夜晨去赔罪 让他帮咱们说话 你让我向那个瞎等人赔罪 哎呀 王子您喜怒啊 现如今 不是也没有其他办法吗 要不然的话 您让吴祖支持西部的计划 恐怕就要泡汤了 是 是啊王子 等您拉拢到吴祖之后 再找夜晨报仇 也不管呢 邓国有句话 叫做成大使者不惧小节 请奥托王子 散思 OK 这一次我认了 没想到 大长老这么好 还留我们过夜 只是可惜的是 还是没有见到吴祖 放心吧 会见到的 一天哪 奶奶给你跪下了 奶奶你这是干嘛 一天哪 都是奶奶的错 昨晚我不应该针对你和夜晨 你们能原谅我们吗 嗯 妹妹 妹妹 妹夫 你们就原谅我们吧 你若是不原谅我们 我就在这跪到死了 奶奶 好啊 夜晨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奶奶 你怎么让她跪下 好 那我就听你的 起来吧 夜晨贤婿啊 昨天晚上都是我们一时糊涂 我已在云州最贵的西餐厅 定了位置 特意向你们赎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黄润斌和奥托也在是吧 他 他们也想当面向你们道歉 妹妹 妹夫 你们就去吧 夜晨 你觉得呢 嗯 既然有人想当孙子 那我就给他们一丝情 走 奶奶 你看她呢 再忍忍 她嚣张不了几天 走 妹妹 你知道这家餐厅 有多难预约吗 预约要到三个月以后了 是奥托王子亲自出面 才给我们一件 是啊 这可是法国大餐 一天 你今天可要大饱口福了 这餐厅是好餐厅 可惜筛选客人的眼光不行 怎么能让四个这样的人进来 你 你什么你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你说的对 这么能忍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西国王子 妹妹 我们都点好菜了 你们快点呀 啊 上一份新老牛排 再拿一杯冰水 我记得 你好像没有吃过西餐 要不我帮你点 我自己来就行 帮我来一份惠灵顿牛排 再帮我开瓶意大利红酒 先醒着 然后再帮我开瓶新的 我先喝着 嗯 叶辰 我没想到 你品味还挺好的 对 从刚才点菜我就看出来了 如果不是经常吃西餐的人 是不会这么点的 你经常吃西餐 是 那些像什么米其林五星白天鹅 我都吃腻了 说一句还吹上了 真能吹 我们来干一杯吧 来 先吃 先吃 对 先吃 服务员 主厨呢 叫你们主厨出来 现叙 这 怎么了 这里的主厨 一般是不会见客的 妹夫 你有什么事吗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你们这牛排做的太失败了 简直让人难以下口啊 先生 您没有开玩笑吧 我们对菜品的把控 一向是十分严格的 从未有过对菜品的投诉 而且 您这不是还没吃吗 怎么就说这道菜失败 叶辰 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这菜还挺好的呀 没事 没错 因我在海外生活数十年 经常出席高级场所 吃过无数次牛排的经验来看 这惠灵顿牛排的完成度相当高 厨师的手艺相当精湛 简直可以用完美无瑕来形容 我是伪西果王子 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于你们二人来说 这道菜确实足够 但对于我来说 这道菜只配给狗吃 好 先生 我这就去让主厨出来 但如果你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只是在哗众取宠的话 为了维护我们餐厅的权益 我们餐厅 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好 我等着 叶辰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是啊贤婿 是不是你判断失误了 其实菜没有问题 不然 你吃一口再说啊 妹妹 要不你还是劝劝妹夫吧 我听说这家餐厅的背景 可不一般呢 叶辰 怎么回事啊 等主厨来了再说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叶辰 那我就相信你 可是 可是 什么可是 没听见叶辰怎么说吗 才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叶辰作为江家的坠续 言计难道没你们高吗 对吧 哼 这位先生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 我做主厨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客人 说我做的东西不能吃 这话不是我说的 现在人已经来了 叶辰 现在你可以说说 因为什么了吗 叶辰 你要是说的 不能让主厨幸福 等你被餐厅 叫麻烦的时候 还不是得求我帮你掰皮 叶辰 我看你还这么给我掰脸 好啊 那你给我看好了 请开讲吧叶辰 里面是凉的 酥皮与肉之间不够紧实 口感全无 这还怎么吃 拿人当狗味吗 惠灵顿牛排 对酥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必须恰到好处 酥皮与牛肉 要形成独特的口感 可你看这里 纹路都烤焦了 虽然不多 但是直接影响到 整道菜的味道 这 怎么可能 最后 这是牛排还是牛蹄筋呢 嚼多了会腮牙的 这 最完美的烘烤 是把牛肉放到烘烤机里面烤三分钟 拿出来 再裹上黄油 再放进去继续烤 这样 牛肉的味道会最佳 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 哎呀 在下才出血浅呢 今天才见到真正的大师 大师 请收我为徒吧 什么 我不收徒 但是你要按照我说的去改良一遍 我保证你做出来的牛排绝对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谢谢你啊 今天这桌餐我买了 刚才态度有些不好 真的很对不起啊 以后 您 与这些朋友来我们餐厅 我会为你们准备专处的包厢 希望你们以后多多赏脸 这 这怎么会 好 一天 你还想吃吗 相比于外面的 我想吃你亲手做的 那我们走吧 嗯 等等 叶蠢 我还有话想对你说 叶蠢 我知道我昨天做的很过分 刚才那两把壤 是我换给你和姜一天 我错了我向你道歉 叶蠢 你大人有大量 就把我们当成一个屁给放了吧 妹妹 妹夫 你们就饶了我们吧 老神 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想让我原谅 可以啊 前提是你们要从我的当下跨过去 跨过去 你说什么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昨天晚上你欺负一天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过原谅呢 你现在过来跟我道歉 晚了 叶蠢 我们都道歉了 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想讨好我 然后让我用龙手令 为你们和五祖牵线搭桥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妹夫 你就别开玩笑了 对啊 贤婿 有五祖对龙手令的重视来看 只要你拿上龙手令去找五祖 那五祖绝对不会拒绝你的 你们说的没错呀 和这龙手令已经失效了 我要是拿着去见五祖 我不是自讨苦吃吗 失效了 什么意思 这帮人无一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趁此机会倒是能让倚天 好好看清他们的嘴脸 你们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有龙手令吗 好啊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三年前我有幸帮过五祖 五祖他赠予我龙手令作为护身 可这龙手令 他的有效只有三年 三年之后 可变色无影无踪 那昨晚 哦 五祖不知情 所以误会了 原来是这样 谁给你的勾胆 竟然敢骗我 好啊 我就说 你个废物 哪来的龙手令 原来是走了狗屎运 我真是老糊涂了 居然会信了你的鬼话 老拓王子 他竟然敢戏耍我们 你一定不能饶了他 好啊 你们刚才向我赔礼道歉 现在 原形毕露了 I tell you 让我给你道歉 你也配 一天 看到了吗 这就是他们的嘴里 叶诚本就无尊 五祖不肯现身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 你们的针对挑衅 你们居然把气 都撒在叶诚身上 坚人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跟着叶诚这么一个废物 你不仅不以为止 还因以为傲是吧 还有比你更坚的吗 我告诉你 你们就是有点贱妇 阴妇 还有脸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自水庆告 老子现在就罢了你们的屁 住手 你想干什么 一个笑傲的精灵 有你也敢烂我 我相思的话 就赶紧给我滚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拿下 你们在干什么 我是西国王子 你敢动我 你这点变相开了 我们这里是四国联办 顶级餐厅 有四国赦免权 无论是谁在这里闹事 都一视同仁 并且没有人 能追究我们餐厅的责任 哪怕你的父亲 西国国主来了 也不行 说什么 把他们给我捧出去 叶诚 江义切 你们给我瞪着 夫人 要你们受惊了 没事 我们走吧 欢迎下次光临 是我弟国的 你其实 不只是个坠序 对吧 你说的对 我的确不只是 你别说 先听我说 你干什么一天 三年前 我爷爷把我嫁给你 其实我是不愿意的 因为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你 你先给我解开再说 直到后来 我试着去了解你 试着去了解我爷爷 我想知道 爷爷为什么 就一定要我嫁给你了 在审判大会上 不顾众人的反抗 也要对黑黄挥剑 直到 拿出黑龙令牌 所有人都对你欢呼 直到我每次对你发脾气 你又让住我 我发现 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也真的爱你 气死我了 你想到那个叶琛那么能说 把那个主厨跟那经理都说懵了 要不然今天他死定了 我在想 这个叶琛 会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一直深藏不了 不可能 叶琛 他就是一个废物赘婿 整个云珠都知道 我知道了 奥托王子 您父亲怎么说啊 是不是又灭了那个餐厅 真是气死我 他们竟然那样对我 奥托王子 你一定要听我们出气啊 都给我闭嘴 我父亲说了 那家餐厅的确是四国连板 甚至还有金屋闷的背景 的确不好动它 可恶呀 难道真的就这样放了叶琛 奥托王子 您真的能咽下去这口气吗 怎么可能 既然龙首领已经始效 那么叶琛便再无一仗 我已经让我父亲 排人过来 叶琛逼死 他已将一天 我要让他 给我死去的弟弟赔去 还有将一天 奥托王子 这是否有些不妥吧 您别误会啊 这将一天 毕竟是我们东郭的一个将星 这样贸然出手 影响可不行啊 出去我弟弟死前 想和他派东做兵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身份 因为他是将士 我才选中了 我倒是有一个注意 这吴老峰会在即 如果 堂堂东郭名将将一天 去给西郭王子黑黄 做明婚 为其陪葬 这样 就会有更多的势力 帮助我们西郭吧 我们和家里的关系闹成这样 短时间内应该是回不去了 我出去找找新房子 等我回来啊 好 原来去找房子了 张三峰 我金武门在云州可有房产 我想跟我老婆换个地方 有的 金武门的产业变故全球 而在云州 正好有一套世界顶级的府邸 名为地景天宫 正是为五祖您专门打造的 您随时都能入住其中 地景天宫 行我知道了 喂 您好帮忙教人打扫下这个房间吧 好谢谢 先生客房服务 这 先生 昨晚是和老婆一起睡的吧 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是闻出来的 那你还闻出来什么呢 我还闻出来 属于先生的味道 先生 可否拨起 可以 先生 你不觉得房间 有点热 有吗 当然有 救命啊 我非礼啊 老公 老公 我非礼我 救命啊 我非礼啊 老公 老公 他非礼我 小子 你敢非礼我老婆 你别乱冤枉人啊 是他自己倒的 我扶他怎么还说我错了 老公 他骗你 就是他欺负我 懒得跟你非那么多话 实际 跟我去执法堂了 好 跟我玩仙人跳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跳多高 让你走 你不走 我看你是没好过的这儿 你 你 你 我老公 我以下 言出法随 只有五祖才会 你 你是五祖 龙蛇夫妇 拜见五祖 原来你们就是杀手榜上第八第九龙蛇夫妇 说吧 是谁派你们来杀我 说 我说什么 那你们就守着这个秘密 下去陪阎王 我说 我说 是西国王子奥托 是他让我们来杀你的 果然是他 五祖 你还是快去救你妻子吧 他现在有危险 你说什么 你妻子被奥托抓走了 他要让您的妻子 与西国王子黑黄铭婚 你快去救他吧 老兔啊 我杀你 我尸不为人 张三丰 立刻领京武门三万五徒 随我徒狗 一天 一定要等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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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当初你死的时候 哥哥没办法阻止 哥哥对不起你 但是你放心 害过你的人 哥哥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瞬间还没有结婚 就让这个女人嫁给你 给你陪葬吧 奶奶 姐姐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会让你去见她 奶奶也是没有办法 这不都是为了江家的未来 凹头王子说了 只要你完成了黑黄的婚礼 就会发给我们参加五老奉会的邀请牌 没错 那可是五老奉会啊 连五祖这样的大人物都会历临现场 动辄都会影响世界的格局 我们如果能参加了 还担心东国覆灭不覆灭吗 灭了更好 这样我们还能瓜分东国 这样一来 我江珊珊势必成为世界顶级命运 妹妹 反正叶成已经死了 你就当陪她一起死了算了 你说什么 叶成死了 没错 就在你刚从酒店出来没多久 奥托王子就派人把叶成干掉了 不可能 叶成不能有事 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个废物 我就送你去见他 时间到了 你呀 嫁给叶成 就应该能想到这一天 妹妹呀 这辈子你走错了路 那就下辈子 再来吧 这一切都是为了江珈 只能委屈你了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会做报应的 Bowry 我最胆的Bowry 就是让你们害死了我弟弟 弟弟 哥哥帮你报仇了 你们敢动我的老婆 我送你们家祖宗 这是叶成 怎么可能了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们这帮人还真要把一天给摔死 你们还是人吗 叶成 你没死 你快走 你不要管我 叶成 你既然来了 就陪着江一天一块去死吧 升红 一天 豪托 赶紧把一天给放下来 放下来 我说过 江一天必须给我弟弟配造 你看 他婚纱都穿好了 多美 我弟弟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喜欢你 豪托 一天 叶成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走 今生今世我嫁给你 死而无恨了 还跟我玩神奇 是 继续升空吧 把这个奸女人给我来到更高的地方活活摔死 豪托 我告诉你 一天要感受半点伤害 我叶成发誓 我让你西国圣灵图炭 趁草不生 叶成 你家里没有镜子嘛 那你就撒泡尿罩上 就你 一个人想灭了西国 你啊 你啊 连江一天都救不了 我的好妹妹啊 你看到了吗 你看中的男人 只是满嘴谎话 一无是处 一天 你放心 等你死了 我就让奥托王子 把那个废物给你杀掉 送你们下面团聚 一天可是你们的家人 你们这样对他 你们还是人吗 家人 若非他年纪轻轻的 就成了将星 为我们江家 带来了无限的风 你还真以为 我会把他当家人看的 一个只会五刀弄枪 满身污垢的将星 我看到就恶心 哪里比得我江珊珊 光鲜亮丽 他的存在 只是为了成全我江珊珊 成全我们江家 叶晨 你听到没 你和江一天 在江家 从头到尾 就是一条狗 连狗都不死 你们都该死 叶晨 你少在这里 装模作样 说 我明明派了下手 去杀你 为何你会安然无厌 他们都败在了 我的手上 让他们及时认错 我饶他们一命 但是你 敢这么对一天 我金肉必杀你 叶晨 你吃江一天的奶 吃朵吃沙了吧 我派去的人 乃是全球沙肉榜 你爸和地久的龙蛇夫 杀你如粗狗 哼 就凭你也想打败他们 奥托王子说的没错 他们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或者压根就没有预计 叶晨 你想用这样的伎俩骗过我们 你也太天真了吧 奥托王子 别跟他废话了 咱们先弄死江一天 再弄死这个废 你肯 往下来 一天 咱们先弄死江一天 帮他 还没报道 往下来 我说 就好了 了 叶先生放心 宜天小姐并无大案 只是暂时昏迷了过去 龙蛇夫妇 你们不是应该去杀叶蝉吗 你们怎么跟她在一起 龙蛇夫妇 怎么会帮叶臣那个废物 别以为你是邪国王子 就能对我们忽来呵斥了 这是你拼请我们夫妇的十亿美金 现在我们毫不妥欠 怎么回事 堂堂世界杀手榜上最有名的强者 怎么会帮叶臣那个废物 龙蛇夫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可知得罪了我会有什么瞎场 得罪你又如何 告诉你 在叶先生面前 你连屁都不是 叶先生 是否想我们出手 杀了他 好 这都是你们自找 出来吧 给我杀了他们 龙蛇夫妇 总是你们是顶尖下所用如何 以防万一 我早就设下麦夫 既然你们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给我撕在这里 杀了他们 一个不留 是 奶奶这么多人都不是对手 我们跑吧 凹托王子 叶春 你招死 我成全你 疯了疯了 快走 不管今天怎样 你们都得死 妖蠢神 打仗了 您来得正好 快下来 爱见 吴祖 张三峰来迟 望吴祖责罚 你 你是吴祖 吴祖在前 却不辞职 看你是有眼吴祖 敢切入吴祖妻子 我看你解证无法无天 来人 拿下 吴祖 吴祖 我知道错了 吴祖 吴祖 你绕了我吧 吴祖 如何处置 动我妻子 杀吴祖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的 可不会放过动过 父亲算个屁 敢得罪无阻 待吴祖峰会开始 无论是你父亲 还是整个西国 都将不复存在 给我摔死他 我父亲会杀了你们 会杀了你们全家 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再有三天 就是无劳峰会了 东国 俯首可灭 禀告国主 大事不好了 恶事 惊慌 龙蛇夫妇突然无理由 队员宣布 将永远继续和我西国合作 甚至 联合榜上的其他杀手 一起抨击我西国 他们发什么疯 不过是一群刀剑上添血的 谁却又如何 无伤的呀 禀告国主 大事不好了 又怎么了 东国传来消息 奥托王子出事了 那奥托呢 禀告国主 大事不好了 我们得到消息 奥托王子已经死了 我最后一个儿子 死了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 只知道奥托王子生前 跟一个叫夜城的东国人 发生冲突 现在夜城活得好好的 奥托王子去 现在马上给我摆飞机 我要马上以最快的速度 杀去东国 黄哥 怎么样了 奥托王子 他死了 他死了 什么 难道是 夜城杀的 不可能 能有此能力的 只有龙蛇夫 可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 龙蛇夫夫在哪里 完了 这奥托可是 西国王子 他死了 西国国主 肯定会怯怒我们的 你先不要慌 我在魂蓝的路上 听到了一则消息 你们可知道 地景天宫 地景天宫 可是那座 东国第一府邸 没错 但是 自从地景天宫建成以后 就从来没有人入住过 怎么突然开启了 这个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能住到那里面 一定是一位 了不起的大人 这个奥托王子 虽然并非死于我们之手 但是 如果西国国主 怪罪下来的话 我们也难辞其咎啊 更何况 这奥托王子都没了 这无脑峰会的邀请函 我们肯定是拿不到了 所以呀 我们一定要 在这之前攀附上 一位更大的人 而这地景天宫的主人 就是最好的选择 夜晨 又是你们 你们害得一天 差点没摔死 我还没去找你们 居然有胆量 在我面前出现 夜晨 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 龙蛇夫妇 他们在哪里 奥托王子 是不是你杀的 听到没 快如是招来 龙蛇夫妇在哪 我不知道 奥托王子的死 就是我杀的 什么 你你居然杀了奥托王子 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真相已经跟你们说了 其他的我不想再跟你们 站住 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进去吗 这里可是地景天宫 不是你这种废物 可以进去的 我就在里面住 你想进去坐坐 我没听错吧 你说 你住在这地景天宫 这是不是天高地厚 这地景天宫 自建成以来 一直无人居住 就连云州总督 想入住其中都失败了 能住在这里边的 毫无疑问 那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你一个小小的坠绪 也配燃主 我明白了 你也是来攀附 这里面的大人物的吧 攀附 你以为我会像你们一样 狗狗子 要不是打算把你们交给以天主 你们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你到底要撞到什么时候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 将以天在哪儿 快说 叶晨 你该不会还想说 他就在地景天宫里边睡着呢吧 没错 叶晨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这地景功夫 可不是你这种小别三可以攀附的 你最好小点声 吵到里面的大人物的话 谁也救不了你 是国国主到 什么 你们谁是叶晨 欺命国主 他就是叶晨 我儿子奥托的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欺命国主 我举报 就是他杀了奥库王子 我可以作证 对 我作证 还用我 奥托是我最后一个亲子 我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你敢害死他 我要你救助成命 就凭你 放肆 叶晨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西国国主吗 我告诉你们这里是东国不是西国 即使他是一国国主 在我东国人的地盘 岂能容得了一个洋鬼子撒野 你找死 所有人一起伤给我那是他 西国国主 我并非要阻止你杀叶晨 只是这里名叫地景天宫 以免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你要是动手 可否让我们现行离开啊 什么大人物 我为西国国主除了无阻之外 胡天之下 谁能比我大 就算在他门前杀人 他又能奈我何 果然 有什么样的老子 这又怎么样的小子 你那两个儿子 死得不冤 把什么野国之手 听了让你一段小心 给我全都杀 你 金武门打掌 此事与金武门无我 瞎了你的狗眼 老丁 竟敢在巫祖府你前行凶 你吼他的胆子 你说这是巫祖的府邸 原来 树出地景天宫的大人物 竟然是巫祖 没想到巫祖 已经降临云中了 糟糕糟糕 没想到 我们居然在巫祖的府邸前闹事 不会惹到巫祖不悦吧 报定你身为西国国主 贸然踏进我东国境内也就罢了 还在巫祖眼皮子底下行凶 你当真以为 你可一手折天吗 不 之而在下有眼无助 请巫祖先诺 请巫祖先诺 巫祖说了 五老峰会在即 任何人不得大动干戈 轻易动武 否则 巫祖定会在五老峰会上 追究其责任 报定 听懂了吗 是 既然听懂 还不快滚 我们也走 无所 奥丁身为西国国主 可他怎么不知道 您就是吴祖呢 他奥丁就是在我消失这三年期间上位 你都不知道我去 他怎么会知道 所以从来没见过我的真面 原来如此 他看来也正是未曾见过吴祖您 才会导致他形势愈发张广 直到今日更是目中无人 天欲让其王 亦先令其狂 等着吧 不管是谁 都蹦打不了几天了 是 伍祖 夫人已经醒了 快去看 嗯 好 我知道你们一直对西国先生向往 是 是 如今五老峰会在即 我要在东国多留几天 你们是东国人熟悉这里 随我一起行事 要是能让我满意 我可以赠你们参加五老峰会的邀请函 祝你们一跃进身为世界一流的十佳之谱 嗯 太好了 那 国主 你有处理夜沉吗 如今五族下令五老峰会期间不能动 那就只能等五老峰会结束 五族车令之际就是他夜沉丧命之时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要做就是明天的冰眼大比赛获得胜利 这冰眼大比赛我倒是听说过 每四年举行一次 各国各派出一支队伍以擂台战的形式进行比赛 到最后 哪国剩下人数越多 哪国就获胜 但是 今年的比赛跟往年不同 往年只是走走形式 但是今年 哪国获胜 乌老峰会就会在哪一国竞内决 职办权至关重要 一旦得到 就能在乌老峰会上打压东国 这次南北以及金武门都不参加 所以只要赢了东国 我西国就能占得先进 郭主 此次你可要当心啊 东国想必也知道 此次要是在乌老峰会上败了 会有什么后果 想必他们一定会精锐尽出的 还担心的不是我 哎呀 好厉害啊 我好像看到了一片石山血海 这也太恐怖了吧 哎呀 海市突击队 难道是 西国那只 王者之师 四个 哎 都是大宗师啊 看来 只有金武门能与之一战啊 宗师 传闻宗师 一人便可大杀四方 纵横海外 这也太恐怖了吧 哎呀 哇 这 这就是西国的实力吗 提前恭贺国主 明日比武 旗开得胜 龙手 你害死了我的两个儿子 那就在你的地盘上 行就一起算账 明天我叮咬你一百徒弟 龙手 听闻西国国主 已经派遣十位宗师级的海市突击队 参加明日的冰眼大比武 这可如何是好 对啊龙手 我们人可不是西国的对手 看来我要求助武祖 可武祖并如我能命令 传我命令 任命将星将以天为大将 参加明日的冰眼大比武 来 坐吧 叶辰 我伤已经好多了 你不用这么谨慎 哎不行 还是谨慎点 这样伤好得快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 你说 你为什么能住进地井天宫呢 哦 地井天宫啊 我之前和大长老有一些交情 他知道我没地方去 所以 暂时收我一下 原来是这样啊 但 这里 已经是地井天宫 交情不交情 可不能肆意妄为 等我伤好了 我就出去找房子 我们搬出去住吧 好 到时候再说吧 没想到 珊珊跟奶奶 竟是这般假情假意 看来江家以后 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你 没事 那种无烟瘴气的地方 咱不去也罢 叶辰 你说的对 等过几天 你陪我回趟江家 我把东西 彻底收拾了 我就搬出去 好 宗师 这里面怎么会有宗师的气息 杀 杀 他们居然全是宗师 喜国人 哟 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这里怎么会有西国里 怎么 江以天 看我们攀附上了西国国主 过来投看我们 你们 你居然攀附上了西国国主 你们可是东国人 身为东国人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赤 我们呢 已经弃暗投明加入了西 你一个小小的将性 在东国这块蛮夷之地上 这跟东国一块儿覆灭啊 死翘翘 东国不会覆灭 倒是你们西国 离死不远了 叶臣 西国国主好一放一嘛 你居然还敢在这大放厥词 真是啊 不知道死活 啊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他们可是海狮突击队 对 西国最强悍的战士 一共十个人 却全部都是宗师 到时候啊 连神仙也救不了你 全员宗师 这怎么可能 怎么 这样一天 这就害怕了 那我再告诉你 海狮突击队 可是要参加明天兵演大饼的 有了这支队伍在 东国无论派出谁 都必须 原来你们的目标 是参加兵演大比武 没错 近年的兵演大比武 与以往不同 谁要是在这次大比武中取得胜利 那就在五老峰会上 占了绝对的先机 换句话来说 东国要是输了 那就相当于半只脚 踏进了坟墓 你们东国不是号称东方凶师的吗 这一次我看看你们拿什么和我斗 龙手当真让我带兵 去参加兵演大赛 好 东国再不计这样的兵演大比 至少也要让大将上阵吧 居然任命一个小小的将行 欺骗国主 这将一天的部下呀 都被您儿子给屠戮殆尽了 现在呀 他手下 怕是没几个人能用咯 龙手怎么会让我为主帅 看来萧天策是看准了我会帮你的 所以先斩后奏任命了以天为主帅 我就不得不帮 萧天策啊小天策 你居然敢算计我 黄哥 人家可不是没人可用 你忘了 人家还有一只伤兵营呢 伤兵营就是那个 全营人都是缺个不断的 要么瞎眼的 要么变成智障的 一群老弱病残呢 伤兵营都是死里逃生的勇士 他们顶着炮火千辛 壮烈之下才会遭到不测 他们身上的伤都是功虚 不是你们嘲笑的资本 什么狗屁功学 说到底 就是一群急不如人的闹主罢了 战场上舍不得死勾烟窜窜 让人恶心 你 谁说一天没人可用了 竟然瞧不起伤兵营 好 那就由伤兵营挂棘出战 叶辰 叶辰 你别逗我笑了 你要用一群老弱病残 对付西方的王者之师 你可不会也老糊涂了吧 叶辰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 一天 你不相信他们能做 那群老弱病残 能打败海狮突击队 我黄瑞病就跪下来给你磕头 反之你跪下来给我磕头 敢不敢赌啊 我也赌 嫁我一个 叶辰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一天 你不用了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好 赌就赌 真是自不量力 叶辰 你这是自取其辱 明天大比武开始 就让你知道谁是在自取其辱 一天我们走 就你吃饭最急急 来下一个 飞舞来了 飞舞来飞舞 浪费粮食 师傅 今天怎么又吃这粥水啊 一点肉都没有 大伙都快没力气 是啊 老李他身子裹弱 只能扛担架 结果却天天就喝水 连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你让他怎么治疗啊 放屁 爱吃吃不爱吃 给我倒回来啊 谁怪你们这些臭毛病啊 一群老弱病残 还想吃多好 啊 你 你怎么这样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上面给我们拨的伙食费 是足够我们每顿都吃上肉的 可是我们距离上回吃肉 已经过去快大半年了 我们要投诉你 对 投诉 我们投诉你 投诉 投诉 你 我们投诉你 随便你们投诉 我告诉你们 你们早就被抛弃了 我还能每天给你们送饭算不错了 啊 好 还敢挑剔 行 从明天开始 一碗饭都没有啊 往后一个星期 你们就自生自灭吧 谁给你的狗胆敢对伤兵不敬 你敢打我 好 你完了 你完了 五小时啊 你等着啊 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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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给西国的 你是西国派来的剑子 我每年都会辛辛苦苦 给伤兵们改善生活 可是他们还是沦络成现在的样子 谁指使你的 说 是西国国主啊 他把我安排到这儿来了 他说东国人的伤兵 不配安下万年 我就见 我就见之物之便 把钱都扣了下 是西国 可口功果 虐待伤兵 你是个吃里排外的东西 这辈子 都别想从牢里出来了 你是一天将军 将军来了 兄弟们 一天将军来了 一天将军 一天将军 真的是一天将军 是啊 是将军 真的是一天将军 不是一天将军 大家不用客气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经常关心你们 才让你们受死遭遇 我将一天 给各位赔个不是 我将一天 给各位赔个不是 一天将军 万万不可 如果不是你 我们早就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哪还有命活到今天 对啊 将军不必自责 妖怪 也是怪俺们不争气 一天将军 你这回回来是要做什么呀 我来看看你们 放心 之后我会派人 给你们送充足的食物 和补给 来保障你们的生活 你打算就这么走了吗 那不然呢 叫他们去比动 这无异欲 让他们去送死啊 或许他们并没有你想象中的消沉 这次的大米 对他们来说 是一次重新站起来的几乎 各位 我叫叶辰 我是一天将军的老公 我想问大家一句 你们 冤国吗 我知道 大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抛头颅洒热血 杀敌无数 害得大家到现在山痕累累 还要举我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受人欺辱 连一顿饱饭都解决不了 各位 我问你们 你们冤国吗 不冤 我参军的那天起 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我连死都不怕 就怎么会冤现在 我也不冤 我听说了 咱们东国现在正遭遇着非常严峻的处境 我不想给国家造成负担 要冤 只愿俺现在不能上战场 要不然的话 非得把西国那帮羊鬼子 打出屎来 我们不愿 好 那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重返战场 再过两天就有五老峰会 西国狼子野心 他们试图 在五老峰会 铲除我东国 而在明天 就是兵演大比武 参加的只有我们东国和西国 哪一方取得了胜利 五老峰会就会在哪一方举办 可是西国一旦拥有了掌控权 他们就能在五老峰会上拥有绝大的优势 找我一个 我们都愿意 我都愿意 不写军 可是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能有胜算吗 没有 那我来教你们 我会教你们一些 常用的 既简单 成效快的招数 但明天就是兵演大赛了 总是成效再快 那也有些 不过 一切事在人为 只要你们愿意参加 那就拼尽全力 不留遗憾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李天 将军 你伤势还没好 随意阎武 会导致你伤势恶化 你先回去吧 阎武的事交给我 你不是说是在人武吗 各位 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 接下来由我亲自教你们 保证让你们学有所成 对 相信他 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试试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没问题 我们相信你 没问题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死马当活马一 对啊 那好吧 如果明天输了 我愿意陪你们一起承担后果 放心吧 各位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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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不用有什么压力 不管你交成什么样 我们都不会说什么的 对啊 我们呀 都无所谓了 那如果我说 让你们一夜突破宗师 明早突破大宗师呢 那如果我说 让你们一夜突破宗师 明早突破大宗师呢 小哥 那个 我知道 你是想安慰我 可是大宗师这个 也太离谱了 对啊 这一夜突破宗师 又一早突破大宗师 这 哪怕是世界第一无助 他也做不到啊 你们既然不相信 那就上来一个试试 就你吧 好 你 这是半步宗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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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一下子到达半步宗师了 我到达半步宗师了呀 我已将你体内的淤血化开 打通你的任多二脉 接下来就由我教你的方法去做 去突破宗师 易如还掌 哪怕是去突破大宗师 那也是水到渠成 多谢叶师傅 再造之安 请师傅助我 我第二次 好 各位 我只有一个要求 明日 大比武 把那帮羊鬼子 给我打出屎来 是 是 昨天我听说他们还真去了伤兵营 那个叶辰呀 他去交了他们两招 真是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居然觉得那群伤兵 能打过这群海石突击队 叶辰他说谎成性 谎话连篇 又不是一次两次 这也倒不急 倒是那个江蚁天 也跟着他依旧 看来他们真是死马刀活马医呢 国主 那我们就提前祝贺 拿下此次兵演大比武的胜利 这不是叶辰和江蚁天吗 你们要是不来的话 我还以为你们要替这些伤老病参比赛呢 一群宗师还不配让我说什么 不过用来给伤兵营磨练磨练 倒是勉勉强强 叶辰 你呀就嘴硬 等到你那些伤兵 全部都死翘翘 按着赌约 你就得跟我们跪下磕头 谁给谁跪还不一定 小天子 别来无恙啊 奥丁啊 听说你最近死了两个儿子 没能早点去喂问你 其哀呀 你 龙叔你东国不是后宠第一大巫伯吗 怎么今日的兵演大比只让江星来达人主帅 难道无人可以用吗 哈哈哈哈 以天将军虽然年轻 但是能力相当出众 更何况还有他的丈夫 叶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 大比武交给他们 我很放心 叶辰青年才俊 那我倒要看看龙首这么有信心的人选 能带出什么样的勇士 我们走 拜见龙首 哦 哎 无妨 以天将军太客气了 反倒是我临危受命让你当主帅 帅兵参加冰演大比武 是我过于唐突了 这一次就罢了 若再有下次 后果自负 叶辰 这可是龙首 啊 不不不 叶仙女说的对 是我应该好好反省 龙首 您这 那个 大比武快开始了 我们咋 下一次 真不能这么先斩后走了呀 翻庭 这帮洋鬼子 竟敢这么嚣张 太过分了 犯我东国者 虽远屁住 是谁把这群老肉病残带来的呀 傻逼吧 让他们对付海事突击队 这不是找死了 赶紧滚下去吧 丢人羡 叶晨 你带他们来错地方了 他们应该去马戏团演小丑 他们现在已经是小丑了 这群狗东西原来就是叶晨训练出来的呀 有眼不是泰山 伤兵营的兄弟们 是 还记得昨天我怎么说的吗 记得 把这群羊狗子打起来 这帮羊狗子结果什么呢 开始 这帮羊狗子打起来 这是大宗师 大宗师又不只我一人 我们都是大宗师 不可能 都过什么时候 有这么多大宗师 禀报叶师父 禀报一天将军 禀报龙首 敌人已败 我等 幸不如命 好 好啊 谁演我东国无人 在场诸位 皆是我东国之大才 伤兵上阵 更显英雄本色 燕尘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是略为引导 更多的 还是他们自强不息 老丁 你西国已败 知道该说什么吧 五老峰会将由东国举办 小天子我不会把刑 你给我等这儿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叶辰 做人留一线 凡事不要太过分 没错 叶辰 你毕竟是我们将教的赘婿 你还真要让我这把老骨头 给你跪下不成 这赌约是你们给定的 现在跟我吵 怎么 真以为我很好说话吗 谁敢对叶师父不尊敬 就是与我们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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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归 我归 滚吧 一天 我这么对他们 你有何感想 他们虽然是我家人 这也是他们最有应 叶辰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走 请有此理 没想到 居然半路杀出来是个大宗室 不然的话 无劳峰会就是我们主办了 国主 那 十大宗师 真的是叶辰的徒弟 不可能 寻常的舞者 究竟一生 都很难练到宗师境界 更何况是大宗师 这么说 他们之前是一群老弱病残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就跃升为大宗师的境界 所以 这一定是那个龙手 留下的后手 只不过 避免猜忌 才让他们叫夜晨为师 来混淆视听 不管怎么说 无劳峰会的举办权 还是被夺走了 国主 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办 失去举办权 龙手势必会在 无劳峰会上 安排他们的势力 必须要让那些势力 彻底对东国失望 失望 没错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东国的名气高超 让他们形象大跌 让其他国家拒绝支持东国 等着把我绕不了他们 这里有八百块碑 每一块碑下面 都埋葬着一位死去的壮士 曾经 这里的八百名战士 为对付侵略者 宁愿用身体 抗住敌人的炮火 也没有让任何一个敌人 踏入他们身后的家园 奶奶奶奶 谢谢你们 今天 我看到那些伤病营的人 站在泪台上 或是残躯 不由感触 虽然年代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可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宁 而在付出 你在担心明天的五老峰会 对吧 没错 虽然我们拿到了 峰会的举办权 可是如今的第一大股 仍然是西国 东北两国 虽然是表面上没有表达 可是他们 已经屈服于西国 所以我担心 各方势力 最终会支持西国 覆灭东国 如今 唯一的变数 就只有金武门 若金武门支持东国 东国尚有一线生气 可是天下大势已变 金武门 又怎么会逆大势而行 来支持东国 每次我想到这里 我就很担心 放心吧 东国不会赴敏 我向你保证 家人们 这里好啊 家人们 穿着东营服逛纪念馆 主打的就是一个怀念过去 免费的小红西和赞 来咱们点一点 来 家人们 这里真的是八百壮士烈士公园 体验东营前辈冒着炮火 也要来到对岸的勇气 和不服说的精神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游戏不游戏 游戏 以酷不以酷 以酷 对嘛 这个叫做 东国人有点挫 大哥说 能不能在纪念碑上踹两脚 或者吐两口口水 没啥意思 就是单纯的看不惯 大哥 绝对没有问题 只要你礼物和点赞刷到了 今天哥们给你直播 什么叫做爆锤纪念碑 来 住手 你们想干嘛 这里是东国壮士们的长眠地 你们穿着我们当年敌人的衣服 在这里胡闹 你们还是东国人吗 你他妈谁呀 关你屁事 就是 关你什么事啊 少废话 滚开 我们穿衣自由 用不着你说 我是东国匠心 江一天 你们穿什么我不管 但是你们穿着东营人的衣服 在壮士们的墓碑前胡闹 我就必须得滚 掌心枪一天 谁呀 听过吗 没听过 我告诉你 不要在这儿装了啊 要 制裁我 也是执法堂来制裁我 轮不到你 这个臭老娘们 在这儿叽叽歪歪 知道吗 叶辰 臭老娘们 家人们 看到了吗 就是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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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了我 这一段 你们一定要截屏录下来 我要作为证据 我要告告他 他欺加当产 随便录 随便录啊 不行了 死人了呀 你凭什么打人呢 你凭什么打呀 凭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纪念战事的地方 不是你们在这儿 撒野的地方 他们的血和骨 都埋葬在这里 对抗敌人的时候 就是穿着你们这身衣服 谁给你们的板子 穿着东营的衣服 在这儿如此猖獗 罗首不好了 你看 无组 这群人 想死吗 立刻着急三千龙位 跟我走 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做 穿衣自由吗 这衣服 这衣服我自己买了 我爱怎么穿 我怎么穿 再说了 壮士 你懂什么意思吗 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感觉 有能耐 有能耐 你让他出来 你出来打我 就是 壮士都已经死了 他们以前被谁杀的功 我们是回事 不是我们杀的 你们简直我可救药 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忘你们还是东国人 连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 绑一大哥 绑一大哥 我只不怪 别拍到我 你们怎么在这儿 你们是一伙的 没错 就是我让他们穿着东营服来的 目的就是搞闯你们东国的名声 没错 你们呢 连穿衣服都不让 一点都不理 我们呢 就是要让全世界都觉得 你们东国有多落 你心妄想 龙少 小天策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老丁 我已经把直播的内容提前放进 整个网络 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你这场闹剧 你 来人 是 把这群不敬仗势的败类给我抓起来 都在牢里渡过 把人三代不得入仕途 是 小天策 就算你封进了直播间网络 能又如何 明天的无劳峰会 你们东国还是难逃覆灭的阶纸 那我奉劝你一句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我们走 聂辰 你给我等 二位 明日就是无劳峰会 我想请你们参加 希望二位一定要赏脸 一定 没想到 龙首居然让我们参加无劳峰会 只是不知道 东国未来究竟是怎样的结局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各位 今天就是乌拉峰会 要在场的各位 决定四大国中 拿一国出举的重担日子 今日之后 四国中有一国 将会彻底出名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你们西国 那必然是你们西国 叶臣 江一天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的 他们怎么会有邀请函的 应该是龙首给他们的 就算是来了又如何 他们也改写不了 东国的命令 叶臣 江一天 我知道我两个儿子的死 跟你们有关系 就算你们今日踏入了峰会的门 可等东国封灭之气 就是你们丧命之事 无论是黑黄还是奥拓 都死有余辜 如我东国者 虽你必诛 东国 我今日过来 就是为了封灭东国而来 没错江一天 我们呀 你就获得了西国的绿卡 从此成为尊贵的西国国民 我们终于可以去西国了 西国的空气都是甜的 穷酸的毒 烂的空气 我早就受够了 我一把年纪了 才终于脱离了苦海 不过 还来得及 我的人生到现在 才刚刚开始 好啊 那我祝贺你们 今日你们拿到西国国籍 明日 西国将化为灰烬 你们一个个将成为孤魂矣 东国龙首到 金武门大长老到 见过大长老 见过大长老 西国国主奥顶 见过金武门大长老 小天子 你终于要迎来你的末日了 是谁的末日 知道 各位 今日乃是全世界瞩目的五老峰会 竹雪已经明确表示 要支持西国的南北国主两位 并没有来迟外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天下第一势力进我们的掌门 带是五祖 登场 叶晨 你要干嘛 你发什么疯 看不见大家都屏住呼吸 等着五祖出现的吗 哎呀 这个废物啊 还以为自己是五祖呢 敢在这里闹事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他 你们让这样的废物金肉峰会 不怕五祖怪罪决金吗 谁看你的狗胆 敢说五祖是废物 我没有 拜见五祖 拜见五祖 叶晨 他怎么可能是五祖呢 没有 原来 我一直要针对的人 他居然是五祖 明明真龙在前 我却毫无察觉 是我有眼无助啊 我以五祖之名 问 愿东国王国者 齐 问 愿西国王国者 齐 犯我东国者 随远必诛 犯我东国者 随远必诛 随远必诛 我东国三千万壮神已就位 八万战斗机 九千坦克已出动 本门百万武士已出发 剑举西国 儿子 爸来陪你了 江珊珊 江老太君 以及黄润彬三人 多次辱我东国 并向往西国 既然如此 那就随西国一起覆灭 这片盛世 可如你所愿 爸爸妈妈 我终于能回来见到你们了 乖 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